Kenny的大兄姐會討告 你提到有很多人的名字 我們都不記得是誰 其實你提的那些名字 每一個都有一個形象 就是他 我發現 我們過了這麼多年 沒有病也變成有病 有一天我們就各個離開這裡 不是說說一些不好的話 有些人說好話不好聽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全部換人 那些坐在這裡的 是你的兒子你的女兒 我們每個都是在Rose Hill的 所以這些都是讓我們感受到 我們這個大家庭永遠不停的 感謝神 雖然有些名字我不是很記得 或者我不是很認識 但是神是很知道你們 每一個寶貴 他所創造的生命在我們當中 我們是一路傳說耶穌已經傳了多久? 應該是一千九八九十年左右 因為耶穌是公元後三十年左右 被釘十字架然後復活升天 然後那時候教會開始了 個個蜂擁而向前將福音傳出去 到現在是2022年 大概過了一千九八十年左右 大家不知道想不想像得到 這段時間是不少東西的 這個消息傳出去 有人難了有人接受 有喜有樂 傳到現在還有一批人在這裡 是我們叫做信耶穌的 是繼續傳這個福音的 但是想起那天 當耶穌還在世上的時候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第一,那時候是沒有車的 那時候是沒有電話的 沒有飛機的 沒有現在的電腦聯絡網的 全部都是靠面對面說的 但是這個消息一直傳傳傳傳傳傳 到現在你和我都聽到 而且生命被改變 那究竟經過了什麼呢? 有什麼困難呢? 其實有很多的高高低低的情況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這件事發生 其實主要不是人的能力 人是搞不定的 只有一件事就是使得這件事可以實現的 就是因為聖靈來了 聖靈來這裡 驅使這件工作是能夠完成的 到現在還在這裡 今天還有很多宣教在這裡傳傳 在說這個耶穌 那麼 或者大家覺得 宣教現在慢慢選擇 稍後都快沒有了 因為呢 疫情之後 每個人都收檔 每個人在線上對著機器 哪有信耶穌的? 這些是你和我想的 但是神是怎麼想的? 我們不是太清楚的 所以我們面對很多的起與落 高與低 我們是不知道接下來是怎樣的 唯有主耶穌能夠 將實情講得給我們聽更多 我們知道我們生命當中遇到很多危險 我們有時候就很開心 有時候很失望 我想我們經常想起我們有沒有經過一些情況 就是很覺得不能夠向前 或者我們可以講到我們已經到達一個窮途末路的時候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究竟你有沒有經過一些窮途末路的時候呢? 是絕境來的 你覺得沒有希望的 你怎麼動法都沒有用的 你動又不行 不動也是不行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回應就是 救命啊!救命啊! 我搞不定了 我們知道很多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看到有人 他想結束他自己的生命 他要從那條大橋那裡跳下來 那你就要叫救命 立刻找人 你不要嚇死他讓他跳下去 要找人慢慢去抓到他 然後拉著他 不要讓他跳下去 這些就是救命啊!那時候的事 你生命當中有沒有遇過這些事情呢? 我生命有沒有遇到這些事情呢? 當你分享回的時候 你自己都很震驚 為什麼我現在的命還在這裡呢? 最近我讀的那本書呢 就是… 它的藥本在這裡 叫做 No reason to hide 就是沒有理由可以繼續去躲藏 No reason to hide 作者是Erwin Lutzer Erwin Lutzer 就是在芝加哥的墓地教會的 一個退休的牧師 已經做了很久了 那麼 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是很能夠分析到 每個時局的情況 那麼他說呢 因為他一般上是有牧師教導他們 不要多聲多氣 不要參與政治 不要搞這些活躍活動 外面社會如何 就任由他們 你跟隨主就行了 那麼他說呢 現在我們已經到達一個地步 他看美國的情況 到達一個地步 你不能夠閉口不言 閉口不言 好像是我們的美德 我們是外心 我們是聽政府的話 我不是教我們不聽政府的話 但是呢 一般上來說呢 我們應該是進行律法 按照規矩來做 做一個好的公民 這是對的 但是為什麼Erwin Lutzer這個牧師說呢 現在我們沒有理由 可以閉口不言 我們去到一個好像窮途末路一樣 你要向前又不行 不動又是不對 究竟要怎麼做呢? 有三個可能性 現在 特別是美國的情況 他說呢 這三個都是S字頭 第一個就是投降 Surrender 就是說呢 我不能搞定了 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呢? 你要怎麼處置我就 怎麼處置我呢? 現在投降了 你自己決定 第二就是下沉 下沉就說 徐波逐流 他們這樣做我們就這樣做 他們說同性戀對的 我們也說同性戀對的 他們落胎OK 我們落胎OK 他說呢 男女的關係是這樣的 我們也是這樣的 教會就漸漸被衝毀 或者是 我們的標準已經完全被毀壞崩潰 這是第二個可能性 第三個可能性呢 又是S SWIM 游泳 就好像泛濫的時候 水流到頸裡 你說 就這樣有到沉就死了 後巷等人來救你 沒有人來救你 那一下就死了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游泳 游泳 游泳不是很容易的 游泳很辛苦的 他在這本書裡面所說到的 就是現在我們面臨很多這樣的境遇國 我們需要採取第三個選擇 但是辛苦都要做 雖然教沒錯 現在越來越慘越難做 但是都要做 繼續努力 因為最後的結果我們知道 仍然是勝利的 不要這麼快 悔心著 我們看看將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面臨到很多政治上的兩極化 你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你一告訴別人 立即有一大批人已經反對你 究竟誰對誰錯呢? 不知道 那邊好像對 這邊好像錯 那邊 究竟誰對誰錯呢? 他又好像說謊話 他又好像一般般的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不是採取這個民主立場 你的態度和我的看法不一樣 我也接納你 我們是敵對的 我們發現 沒有人能夠一起的 不可以這樣講得這麼極端 但是呢 有人說 如果你是共和黨的話 你千萬不要認識一位 你將來的背後是跟你不同黨的 那多麻煩你一生人就在苦難裏面 性取向的爭議性 政府現在說 全部廁所都要男女共用的 究竟這裡的廁所是怎樣的呢? 清楚就不跟著了 我不知道有一天會怎樣 社會種族歧視的 種族的極端偏見 我們看到 現在不是剛才說的 要在學校裡面教 白人至上的錯誤 全部白人都是犯罪的 有色人種稍微好一些 因為他們是被迫的 所以我們要連搏這些情況 究竟錯在哪裡呢? 社會主義正確還是資本主義正確呢? 我們發現兩樣都有問題 究竟怎樣去選擇呢? 我們的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的信仰能不能站穩呢? 我們的立場是否仍然能持守呢? 差不多我們就要在神的面前 在眾人面前說 救命啊!救命啊! 究竟要怎樣做呢? 在極度危險的時候 我們的幫助從哪裡來呢? 其實我們最大的需要 不是物質上的需要 不是體系的需要 是我們的靈命方面的需要 我們看看這張篇文章 我們知道 我們最大的需要是講到 我們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們的基督徒的事奉 究竟 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呢? 撒旦的詭計就是 好像告訴我們 我們人類是搞得了 不用靠什麼教會啊 靠神啊 我們自己處理得到了 現在我們什麼方法呢? 什麼問題都有人的幫法來搞定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 人是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 我們真正的需要幫助 需要神的在我們當中參與 主耶穌知道門徒 也都面臨到一種困境 所以祂就說 你們不用怕 聖靈就來了 聖靈就是這個 一個絕處的時候的救星來的 祂讓我們解決 我們能不能夠解決到問題 祂是三位一體的真神的第三位 有可能仍然在爭吵 究竟神不是真的三位一體的 你們慢慢說 用什麼證據啊? 祂需要研究聖經 知道更加多的實在的證據 讓我們看到 聖靈是一個有偉格的神來的 而不是這種能力 或者我們可以喜歡用 是一個有偉格的神來的 因為主耶穌曾經說過 在《約方十四章十六節》 是在《流防心語》裡面 開始的時候曾經說過 祂說 我要求父 故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衛師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就是真理的聖靈 真理的聖靈 我這個很大的困難就是 如何辨別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呢? 傳媒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我們喜歡聽的新聞 不喜歡聽的跟我們的看法立場不一樣的新聞 所以我們漸漸越來越偏見 在角落頭上 有人說什麼新聞要看 但看到頭都暈倒了 究竟誰是CNN說得對 尤其是Fox說得對 尤其是MSNBC 很多不同的傳媒 究竟誰說得對 有些呢 將它誇大 或者我們發現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又不錯 但後來人們又說不是 我們在疫情當中的時候 有人給我們很多不同的消息 有些說現在沒有了 有些說不是 現在你們全部都繼續戴口罩 各樣各樣的消息 我們在懷疑究竟哪些是對哪些是錯 所以主耶穌就告訴我們 我要將保衛斯派來你當中 他永遠跟你一起住 承認在你旁邊的 隨時叫到他 而且他是真理的聖靈 怎樣辨別哪些是真的新聞 哪些是假新聞呢 他會讓你感受到哪些是假的 這個保衛斯呢 英文的名字我們叫做Comforter 就是安慰我們的 或者是輔導我們的 Counselor 我們有什麼問題不知道 要找他的 或者是我們叫做Advocate Advocate就是一般的律師 你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法律上他就幫著你 你不要亂說話 你聽我說 等我說出來之後你才點頭 這是為你辯護的 所以主耶穌說 我派來給你那個人 就是這個名字 原文叫做Paracletos Paracletos 這是希臘文的名字 其實就是Paracletos 就是呼喚的人 在你旁邊做呼喚的人 所謂的旁邊 是傍著你的 看著你的 一有什麼事他就知道 不要這樣 不要去那裡 聖靈就經常都是這樣做著我們的 我們有時候覺得聖靈好像是煩惱的 真的阻礙了 但是他叫我們不要跌到危險裡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培訓師或者保衛師的功能 所以我們很慶幸主耶穌會說 我要將聖靈 差派來給你們當中 自從教會開始之後 全部信主的人 就有聖靈在你的心中 在我的心中 是經常都在這裡的 永遠與你們同住 你不需要走去神聖的地方去找找他 或者去這間房間才找到他 你跟他說他立即聽了 所以我們的幸福就是說 他沒有離開過我們 他經常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不用怕 只不過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們自己辨別到哪些是哪些聲音 所以在這段聖經裡面 主耶穌就告訴這群在哭哭的門徒 說你們繼續向前 主耶穌給使徒的門徒的命令 就是 記住在馬大方第28章19、20節 主耶穌告訴他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兵都自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命給他們施誓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門徒 這就是他的命令 使徒聽了之後 好,我們照著做 我們知道你是神 所以我們拼命去做 如果不是這群我們覺得傻傻的十一位的門徒 有一位出賣了他 十一位 是拼命去做的話 我們今天沒有東西看的 不會有什麼基督教會的 是那群人撐著 然後有人聽他們說 其實我們用人的計算方法 可能聽得到他們的人都不是很多 沒有理由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唯一的解釋就是 這個不是偵犯的理論 是真實的 我們看到歷史的證實說 這群傻人竟然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不是靠這群人 是靠聖靈在他們當中工作 所以我們問一下問題 為什麼聖靈要來呢? 為什麼聖靈要來呢? 究竟他來是要做什麼事呢? 第一 這裡顯示 他說聖靈來就要教我們一切的事 為什麼要教我們一切的事 因為我們蠢蠢的不太記得 耶穌說過的話 我們好像有點感動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這麼說 他怎麼說 不要忘記了 那時候沒有新約聖經 只有舊約聖經 舊約聖經也不是舊約聖經 而是他們的律法 經典 那就是猶太人 相信這些是神的話語 守住 但是那時候 那些人不承認耶穌是救世主的 是不會聽他說的 所以呢 他們可能會忘記了耶穌所說的 那豈不是很慘 怎麼傳呢? 耶穌就說 我會派保衛斯來 他的功能 一個重要的功能 就是叫你記得我講給你聽的事情 我相信 你跟我到了那麼年紀發現 不太容易記得的 碰到 Careful 我認識他 他叫什麼名字呢? 我那時候很流利 就叫他名字 李 shae 那提前這裡 有很多新朋友 因為你忘記了他的名字 常常都歡迎新朋友 這個態度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你常不記得他的名字呢? 因為我們真的是忘記了 所以耶穌派保衛斯來 所以第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 这个保卫斯为什么要来呢 就是教我们一切的事 保卫斯就是 父恩我的名所要猜来的圣灵 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常常觉得 那时候没有录音机 又更加没有录影机 竟然可以写到四本福音书 是这么清楚的 连耶稣的面貌、感受 当然我们不可以 太苛刻的要求 说你可不可以弄完他那时候 穿什么衣服 我们可以猜到一些 可以这么详细记得的 因为圣灵给他们想起 以前所碰到的东西 这些是亲眼看到耶稣的人 记录在这里 到今天我们会拿着这本书 感谢神 因为圣灵帮我们 记得耶稣所做过一切事 所以圣灵的重要性在这里 第一句叫我们记得耶稣所做的事 第二 为耶稣作见证 怎样圣灵来呢? 是为耶稣作见证 圣灵来也不是只是显示神迹 做一些古怪的事给你看看 真的好厉害 不是这么简单 他经常都是为了 要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现在很多外面是很想说灵界的东西 我又是灵 他又是灵 我听到灵了 这个灵是说些什么 但我们怎么辨别呢? 谁是真是假呢? 我们便辨别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发现他吞吞吐吐的 都不是很清楚的话 很明显是假的 个个都说他是灵 但其实他真的是灵的那个灵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分辨是不是真的圣灵就是在乎 他是不是为耶稣作见证? 因为圣灵来到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为耶稣作见证 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如果他不肯这么说的话 你不用再听他说了 拜拜 我们唯一最可靠的神的说话 就是在这本书上 所以经常看圣经 不要经常听人说 有很多 连牧师的话都未必随便可以接受 因为有很多字 二法谋论 所以当我们来到 这个 讲到圣灵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发现 圣灵是要帮我们辨别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现在是 当我们要分辨哪些是真新闻 哪些是假新闻的时候 是更加需要的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就更加详细说圣灵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要更多明白圣灵的工作 不要忽略这一段的圣经是 约翰福音十六章就是主耶稣 告诉那些门徒听我会派圣灵来的时候 你真的要看看他 不要只是看神学书 讲到很天花浓缸 我不是说不要看那些书 但是 你首先要把基础放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因为这是主要的经文 圣灵的工作 第一,主耶稣说圣灵来的时候的背景是怎样 为什么他要派圣灵来呢? 第二,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 然后他来到做什么呢? 他说三方面的工作 向世界、向信徒、向救主 全部都是显示出在真正的历史里面 我们要知道怎样辨别 哪些真、哪些假 特别向下一代解释 又要寻找着真历史 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人走迷路呢? 我们听了假新闻 接受假历史 不是真的 我们知道很多有权在位的人 将历史更改 我们经常调查 我们叫Fact Checking Fact Checking的人都说谎 我们知道 你在哪里根据的? 拿到什么资料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些可靠的 真的要靠真理的灵 圣灵来到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需要他的帮助 有一位作者曾经这么说过 圣灵什么时候来呢? 圣灵来就是因为我们 受到最大的迫霸 不是在我们舒舒服服的时候来 我们被人压到场边不能动的时候 就是我们抗争最烈烈的时候 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世界的引诱太厉害的时候 我们最要靠圣灵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等到大家平静的时候 和谐的时候才去做 我们现在就要做 因为就是在最危机的时候 圣灵就来 我经常都问自己 为什么教会增长最快 就是在压迫最多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圣灵就来 那时候就是要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的时候 所以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是很好的 在约翰福音第16章1-7 因为主耶稣应许说 我要派圣灵来到 那时候耶稣派圣灵来的时候 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呢? 不是很好 世界迫白这些信耶稣的人 其实我再想一下 耶稣在世的时候 信耶稣的人不是很多 只有那几个 当然那几个很重要 但是不是很多 一般的人都在旁边看看 你说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真是假的? 有些不敢去说 有些敢但躲起来 所以那时候不是很好的 什么时候是信徒多呢? 就是耶稣离开之后 信徒才是多 就是 就是彼得 傻奸奸大声喊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 才信耶稣 为什么呢? 不是彼得厉害 乃是圣灵工作 接着第二个的情况 就是 救主离开了 耶稣说走 拜拜 所以在十二个门徒 十一个门徒的心中 有一种困扰 为什么是在这样的时刻 来做呢?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 一早就把他的动机 告诉他们 原来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是要先警告你们 让你们先有预备 所以十六章第一节 那里说到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就是说 有危险来的 不要以为 舒舒服服服信 信了耶稣 就叹叹叹世界 上定天堂了 搞定了 放起脚 不要以为是这样 因为 有很多的难处 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 是叫我们 不要想着 信耶稣一个 舒服一生的生活 那之后 那时候还未曾将大使命说出来 大使命何时宣布呢? 是他 钉死十字架之后 三天复活 再向门徒显示才说的 那个大使命 在门徒的心中 如果他在十字架 还未钉十字架之前说 是没用的 因为他们不会接受 没有可能的 现在人们还是这样按住我们 我们可以传扬福音 浪费了 所以他一定要在他复活之后 他们已经有证据了 那些怕得远远的门徒 竟然奋身而出 不怕死 出去传 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要传扬福音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和我们一起 还有我们要记得 有人会听 但也有人不会听 耶稣在这里的时候 有人听他说 有人拒绝他 所以他没有为这件事太担心 因为他一早就知道神有他的旨意 通常人是不会这么容易接受福音的 因为通往地獄的路是阔的 不信耶稣好像很有自在 什么都做 我可以做这件事 我喜欢做就做 不喜欢做就不做 但信耶稣那里可以规定我们 又要去教会 又说某种的话又不行 要这样对待人 因为很难做 要爱他 不要搞错 很多很多难住 是拆路 所以多数人都说 不要了 我都是找一条 宽阜的路 走世界的路 是通常给 走 跟随耶稣的路 是容易一些的 所以为什么那边人多? 一般人你都想过 你都曾经做过世界仔 你会为什么 你会找那条路 《药文福音》15章25节 說那些人不僅是不跟我們一起的 他們恨我們 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過 耶穌一早就警告他們 你會有很多敵人 很多恨你的人 因為他們在恨你之前已經恨了我 你說跟隨我 很自然他們也會恨你們 除非你不跟我 他們或者沒有那麼多藉口 你說跟我 人人都說這是基督徒來的 有些問題的千萬不要隨便聽他說 曾經有一個翻譯聖經的傳導人 叫William Tyndale 或者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他是把聖經翻譯成為 給大眾的人都能夠認識的文字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原來那時候教會 聖經是用拉丁文的之後 那些神父啊 那些宗教領導啊 在崇拜裏讀了一輪 拉丁文 之後 黎三文元崇拜好像很聰明 但一點都不知道 William Tyndale 說 我一定要把他翻譯給 眾人都知道 眾人都可以讀聖經 有人反對他 翻譯聖經幾好 為什麼不好 有人反對他 反對他的人是哪些呢? 不是一般敵對聖經的人 是支持聖經的人 是教會的領袖 才是難明的 為什麼教會的領袖 不想人 讀聖經的呢? 究竟他們有什麼動機呢? 你和我都溝通了 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人問William Tyndale 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詫異啊? 被人逼到這樣走 盞頭埋牆都不能動 他說 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會 第二種的反應 他說 I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else 就是說 我知道一定有反對的 因為這幫人 一早就其實就不是很想 那些人是跟隨耶穌 只不過是坐著那些人在教會裡面 我現在不是批評教會 但是在教會的歷史某個時段 曾經有一段很大的時間 在教會去破壞神的計劃 但是主耶穌的應許就說 你們這樣做 聽我的話 將會有榮耀 將會有能力 這個是他的應許 但是我們看的時勢又不像 如果真的將有榮耀的時候 怎麼會有人這樣排擠我 這樣踢我呢? 他沒有應許過天色常南 花香常曼 你走這條路就很舒服 信了耶穌之後 就等上天堂了 平暴清雲 他一點都沒有這麼說過 所以主耶穌警告我們說 你碰到困難 碰到攻擊 不要奇怪 因為一定會有的 我們繼續會問 這樣的攻擊在哪裡 誰在迫迫我們 再查歷史 原來是宗教領袖 宗教領袖 不相信神的人迫迫我 我還可以相信 是宗教領袖 更加難忍 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將他們在會堂裡趕出來 第二節他說 要把你們趕出會堂 會堂是什麼地方呢? 會堂是眾讀神的話語的地方 是教導那些人神講什麼的地方 那些民事啊 那些律法師啊 很聰明 我們可以說 很聰明神學的人 來到教那些人 他們將你趕出會堂 那趕出會堂有什麼後果呢? 趕出會堂就是去第二間會堂 不是這間 人們說 如果羅生環宣教會趕走我 我就去羅生環報道會 街頭街尾很多間 但是那時候不是嘛 趕出會堂是一個 在社會裡面被排斥到邊緣的情況 我們叫做Socially Ostracized 是不能夠繼續生活的 連找工作也找不到的 老闆會請你的 那種的情況 所以是被趕出會堂 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們覺得你是反對那些在上掌權者 所以這些迫白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看回迫白的時候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現在這麼簡單 那是使得我們生存沒有辦法 而且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幫人這麼做 他們認為他們這麼做是 是什麼? 是侍奉神 我說 這樣也行 這樣也以為自己是侍奉神? 原來有很多就是用神的名字 來做違反神心意的事 記得保羅 在他傳福音之後 去宣教旅程之後 最後他要去耶路撒冷 他要把福音載 繼續傳出去遠一點的地方 他被捉了 去審訊他 但是審訊的人都要按照羅馬的規格 律法 沒有人可以查到他有什麼罪 但是 拘留著他 等到有辦法才定他罪 所謂《事堂傳》第26章第19至20節 記載著保羅為他自己辯護 他對著亞基柏王說 他說 亞基柏王 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而來的異象 現在在大馬式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傳地 和外邦 遍面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 行使與悔改的心相情 因此猶太人在殿裏 拿著我 想要殺我 這個奇怪就是 好事他做好事 他只是把天上的異象實行 就是你們所信奉的神所說的事情 照著做 但是竟然 這班猶太人 有權有位的人 去抓他 想要殺他 我們經常疑問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 以為他們享受奉神 猶太會堂的領袖殺害基督徒 敬拜神 希特勒為何殺害猶太人 其中一個原因 他引用說 基督受害是因為猶太人 殺害他 我們看到這種力量 叫很多無辜的人被害 所以無辜的人被害 不要以為很特別 很平常 十二至十三世紀的時候 我們聽過十字軍東征的事 原來西歐的人 有很多是所謂基督徒 他們是無憐敏地 殺害那時候的回教徒 我現在不是說回教徒所信的 是對的 但是回教徒正常生活著 他們竟然把他們殺害 然後就說這個是神的旨言 那你應該幫教會 還是幫這些回教徒呢? 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到 有很多在教會裏面的人 宣告我現在是奉神的旨意 去殺你、去殺他、去殺他 十字軍的攻擊 以主耶穌的命來殺害很多人 也帶來教會一個臭命 有很多人抗拒這種消息傳出去 為什麼宣教工作還這麼困難呢? 因為這種臭味是未曾被解脫的 有人都說 究竟中國什麼時候會接受耶穌? 因為很多以前的領袖 經過很多困苦 是沾染了這種信仰基督的臭味 歐洲曾經有一個組織叫做Inquisition Inquisition 是教會裏面 一些組織的領袖人士 專門去調查究竟這些人的信仰是否正確 當有人信仰不對的時候 如果他是領袖的話 他立刻被人拘捕去審訊 審訊的結果不是就這樣趕你走 而是抓住你坐牢甚至行刑 所以他們殺害什麼呢? 凡是跟他們教義不一的人都殺害 這個Inquisition 目的說話很好 但是真正行出來是很殘忍的 以神的名行爭惡的事 甚至乎我們看回我們自己的教會 我不是說羅三環宣徒會 但是在一般所謂的福音派 覺得是好的信徒來說 也有一些叫做反猶主義 就是不接受猶太人 凡是對他們有提出的時候 就攻擊他們 這些其實是政治的立場 所以我們看到 外來的迫迫使福音傳出去 其中一個原因 這是第一 第二 加上救主離開 耶穌說祂要走了 第四節要六節 我們的問題就是為何祂要走? 為何這麼快走? 可以留久一點嗎? 原來主耶穌好像故意給我們一些迫迫我們受 原來迫迫對我們的信心可以有增強的效果 因為主耶穌允許祂有幫助 祂有榮嚴 苦難可以增強我們的信心 十六章第四節曾經說過耶穌說 起初的時候我沒有跟你們說這些危險 你信耶穌的時候 初頭你聽到好像一帆風信 信了耶穌就好像平暴清雲 生活和信 各樣順利 你和我都是希望這樣 我不會說你信了耶穌之後有很多困難 但是主耶穌沒有答應過 天色常難 方向常難 為甚麼? 因為我們初頭跟隨耶穌的時候好像讀幼稚園 幼稚園的時候 老師不會告訴你這個世界很多危險 他會告訴我們我們要享受這個世界一切的好處 然後呢 建立我們的信心 我們沒有聽到太多危險的事 到你讀大學的時候 你看到 周圍都是危險的事 兩大學校園裏面 這個政黨不同 那個政黨不同 這個會 那個甚麼會 有些問題 所以要小心 很多的危險 因為不同的時段 神教我們的事情 都是按照你的時段時候的需要來做的 主耶穌為何等到現在才告訴他們呢? 是因為他們現在就要面對 原來主耶穌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不是沒有遇到迫伯 有遇到迫伯 不過呢 主耶穌頂了全部都 他們不用理會 坐在後面 有甚麼問題? 就問我老師 主耶穌去面對 現在耶穌走了 還有找誰 當然找你 你就要懂得回答 所以主耶穌說 我現在呢 會告訴你 這個 保衛斯來到 給你可能做到我要做的事 第五節那裏說 我現在要去父那裏 但是你們中間沒有人問我 你去哪裏 我就覺得 耶穌有時說話有點誇大 他說 我要去父那裏 你們中間沒有人問我 你要去哪裏 不是吧 我剛剛前幾張才讀了 十三章 彼得 曾經問過你 主 往哪裏去? 是 他有問過 但是主耶穌早就知道 他問這個問題 並不是因為他真的想知道主 你往哪裏去 他問這個問題 最終的目的就是 主 你去了之後 我怎麼搞呢? 我就是危危乎 你整天幫著我 我可以沒事 你走了 你往哪裏去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怎樣才安全 所以彼得就沒有follow up 這件事沒有跟著 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知道 我要怎麼做 所以主耶穌就 有些指責的口氣 就說 你沒有問到我要去哪裏 因為你根本還不關心我 你只是關心你自己 彼得擔心的是 以後我們怎樣 他沒有關注耶穌要去哪裏 十六章第六節那裏說 主耶穌肯定的指出他們的心底所說 他說 只因我將這個事告訴你 你們就滿心憂愁 我走了 你們的愁眉苦臉 其實你沒有想到主耶穌 你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 當有危難的時候 你想的是什麼呢? 我沒有飯吃 那間屋怎樣 我的車怎麼搞呢? 還有我家人 有沒有人照顧一下 那些是最關心的東西 但主耶穌好像說 當危難的時候 我們將那個焦點 是放在自己身上 以為自己是最重要的 但其實我們忘記了耶穌自己 耶穌究竟去哪裏呢? 主耶穌曾經說過什麼呢? 這個教導我一個功課就是說 危難的時候 不要只記得自己 記得主耶穌 祂不會讓我們在危難裏面 就這樣去了 祂會救我們的 祂會讓我們知道如何處理我們的危難 所以 雖然有外來的地方 主耶穌要離開 我們都不用怕 繼續向前 宣教 沒錯 祂給了這個使命給我們 有很多危險 現在又有疫情 我們不可以面對面 但是我們仍然要繼續做 因為祂有祂的計劃 讓我們知道怎麼做 我不知道下年怎麼樣 何濱說我們還要戴著高穆的口罩 不知道 可能會一段時間 但是 譚宣蔡說 什麼蔡說 應該尾聲了 沒事了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一切在神的手裡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外面的情況 而改變心態 有迫白臨道 不怕 主耶穌離開 也不怕 因為什麼呢 聖靈來了 聖靈了 所以主的作為是什麼呢 主的作為就是 祂要成就這個救濕大功 那時候他講這句話 是未上十字架的 但是他說 等一等 很快就去他 然後他講完之後 馬上被抓 他要完成救濕大功 聖靈才來 主耶穌說我去 聖靈才來 主耶穌去 有什麼目的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成就的 第一 他去 是要為我們預備地方去 好像我們未去之前 他要 拓拓蕩蕩 分好房間 誰去哪裡 或者 他離開 可以向父神的右邊 為我們代求 他離開 聖靈 來才有意義 第三條問題 真的嗎 即是 他離開之後 聖靈來才有意義嗎 原來我再想一下 就知道 原來他一定要完成這個救濕計劃之後 聖靈來感動人 那些人才能救 哦 對 有這樣的證據 如果他未成就 這個救濕計劃之前 聖靈來到 是沒有什麼意義 原來 其實主耶穌 降世之後 他只限於某個地方出現 他在這裡治好病 那邊那個人還有病 他不可以治好 他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他沒有去實行 他那個神的能力去治好 主耶穌只是在世上的時候 只在一個地方提供幫助 但是聖靈有不同的地方 聖靈就是 永遠與我們同在 這個就是聖靈的特別的地方 他是在你的心裏面 自從主耶穌離開世界之後 他說聖靈來到 每一個信主的人 就有聖靈在你的心 在我的心裏面 所以 他是立刻為我們解決問題 我們不用去教堂 主耶穌住在那裏 我要找他才行 或者要去某個聖地 才可以找到他 來處理問題 我們立刻在心裏面 所以第十四章第六節 那裏 主耶穌的肯定就是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斥給你們 因為保衛斯 叫他與你們同在 為什麼主耶穌不長時間 這麼早就做什麼呢? 主耶穌好像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有些學者想沒有回答 都讓我們去回答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真的很好奇 想知道為什麼 原來 主耶穌其實一早就讓我們看到 他要完成他救贖的大功 他來到地上 就要成就我被釘十字架 這樣才可以pay off 我們的罪債 所以他就 一方面很痛苦 第二方面 願意今生五情願的被釘十字架 然後 死 然後第三天復活 為什麼要經過這個過程呢? 你和我也覺得很笨 為什麼不早點做呢? 原來 按照公義的過程 他一定要做 所以十字架上 最後的其中一句說話 十架七言裡面 他說成了 他說 我已經搞定了 處理好了 所以之後呢 聖靈來呢 就可以有整套的救贖計劃 告訴我們 主耶穌已經pay off了 給了你的罪債了 所以你現在相信他 你就可以 順理成章的 能夠得到神的救贖 就好像呢 當這個疫苗還沒做好之前 我們經常說要治療病 為什麼不治療得好呢? 因為你還沒做好那個疫苗 五秦節那天 工作就開始了 五秦節就是聖靈降臨的時候 他住在我們中間 與我們同在 幫助就在我們這裡 我們就不需要再生淫 再叫救命啊救命啊 主耶穌的身體 不能夠同時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聖靈是可以的 他住在我們心裡面 每一位信耶穌的人 心中都可以有耶穌 所以聖靈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拍手歡迎他 因為他可以解決了 我們現在最大的困境 我們已經臨到絕境了 我們不要說聖靈可以有可蒙 我們沒有他是不行的 一定要依靠他 原來他來到是幫助我們什麼呢? 有神的恩惠面對這個世界 我們有忍耐面對周圍那些 好像很多聲器的人 有好人、有華人 什麼人都有 我們有忍耐 有能力面對忍耀 叫我們墮落陷阱裡面 我們也可以站起來 我們不接受 我們有智慧 能夠知道怎麼侍奉神 我們可以利用現在有的科技 而不是被這個科技利用 我們知道科技是很好的 每個人都很喜歡Facebook 但是Facebook陷阱裡面也是很慘的 所以我們知道怎麼利用這些功能的東西 來做神的工作 所以聖靈來了之後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以前是不行的 我們只能夠喊救命 但現在我們不需要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就說 神多謝你給我們聖靈 所以這個詩人叫Priscilla Owens 寫了這首歌叫 Jesus Save 主耶穌救人 什麼時候才可以實行主耶穌的大使命呢 就是當聖靈臨到你們的時候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就要在這一個地方 猶太全地 薩瑪利亞 直到地極 做我的堅定 所以他就寫著 在詩歌裡面 我聽見歡樂的聲音 主耶穌救人 都各處全陽救恩 主耶穌救人 將福音傳至萬邦 攀過山領月重陽 遵主命繼續全人 主耶穌救人 我們不需要吞吞吐吐 也不止行不行 主耶穌救救人 因為聖靈已經在我們當中 我們一起低頭高 天父感謝你 雖然在恐懼無望的時候 你不要撇下我們 你將聖靈賜給我們 今天聖靈在我們心裏面 幫助我們面對一切 我們來變白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有能力面對世界 主要讓我們勇敢 繼續做你的事 多謝你聽了人通告 我們很感謝黃牧師的分享 第一次提醒 第一次鼓勵 歡迎弟兄姊妹 今天參加這個主日崇拜 願聖靈與你們同在 祝福你每一位 下個星期是聯合聖餐主日 如果在網上聚會 請你自己自備餅和杯 我們一齊來領受聖餐 下個星期日也是第一個星期 第一個星期我們有午餐 所以提醒大家 可以下個星期 聖會完之後 留步 享用午餐 有團隊的時間 10月9號 還有兩個星期 在會員大會 請我們當中的會員預備 我們當日會有會務報告 還有一個選舉 選出明年的理事 請大家為這些安排 以及已經登了一些 理事人選 在當中 請大家為這些弟兄姊妹 來討告 甚至選選和使用 英語班已經開課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有人想回來 學英語的 每個星期六 早上九點鐘至十二點鐘 回來這個教會 提醒 唯一的 其他的請大家留意 和看程序單裏面的報告 我們一起起立場 心一重 請胡牧師祝福 我們一起吃 我們一起吃 走 我們一起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